只要照照康根 侯友宜能够拿到这41的选票 就必然可以超越赖清德根 消灭情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紧张紧张紧张 接连三个紧张就代表 选情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的选情非常的奇怪 就是联合报的民调 做了出来以后 侯兆沛跟赖萧沛民调打平 都是31%31 柯文哲的民调在21 从民调的数据显示 这是侯友宜从5月以来 第一次追赶过 赖清德小美琴的搭配 显然这个选情 已经发生了变化 它变化的趋向 大概有四项 第一个 本来相差两位数 侯友宜跟赵赵康 倒吃甘蔗 所以苦苦追赶之下 终于打平 他是所以打平 那显然赵少康走路校园 争取千年票 侯友宜打弊案 韩国瑜 卖力拼场 柯智恩 谢龙介 王金平 他们对于地方派系的整合 都已经奏效了 就是现在国民党 已经脱离了一盘散沙之苦 士气慢慢的凝聚回来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赖萧佩 原先在声势高涨的时候 他并不理会他对手 对于他提出的各项之一 尤其是赖清德跟萧美琴 选择上节目的时候 对于敏感的议题 通通不谈 所以呢 导致大家有一个印象 他们只要防守得体 应该就会当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没有卖力的拼场 导致侯友宜跟赵少康 孤军图路 图是图然的图 路是进路的路 孤军图路 就是南部的破口 已经被冲开了 造成赖萧佩 在南部的选票 已经松动 而且有流失的现象 让 胡兆佩能够一局 跟赖清德肖美琴打成的平手 这个是民进党本身的因素 那第三个 就是风向已经变了 就是下架民进党的态势 越来越明显 48%的民众 希望终结民进党执政 支持民进党执政的是34% 48对34 就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得出来 蔡英文执政八年以来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不闻不问 大撒币 大花钱 然后他自己讲涉事卫生 那从而造成这些选民对民进党非常的反感 前一阵子 最高阶段 在染白针的过程当中 有61%对39% 61%要下架民进党 39%支持民进党 现在39%退到了34% 从这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有5%以上支持民进党执政的选票已经流失了 虽然他是61掉到48 但是 这个48的数字他还是高于所谓的34 从而让 赖萧沛 已经理解到 光是防守已经守不住 民进党除非提出新的策略 否则的话 他的基本盘 大概会掉个 从42掉到38左右 掉到38 就剩下的62 62柯文哲 21就是41 只要赵少康跟 侯友宜 能够拿到这41的选票 就必然可以超越赖清德跟 小美琴 这第四个 第三个 那第四个 这一次民进党选举可以看得出来 只有一系在选 就是新潮流 民进党的其他派系 通通不动 就是暗示民进党的内部 路线的斗争 派系的斗争 英系跟新潮流之间的对决 已经随着选战 越来越逼近的时候 他的效应已经发生了 针对这四项 回过头来讲 就是侯友宜 他的好感度 跟赖清德子差1% 那柯文哲的好感度是最高的 柯文哲的恶感度是最高 是49 显然 蓝白战对柯文哲不利 再加上吴欣宁的平平失分 而柯文哲没有政界 他走网红路线 就是图虫笔线 图是地图的图 穷是穷苦的穷 笔是笔手的笔 线 就是现在的线 就是柯文哲的所有的动作 都图虫笔线慢慢的显示出来 从这一些现象 我们归纳出一点 侯兆沛 已经追赶到 赖消沛31 31 表面上虽然维持平手 但是 要各位要理解到 如果侯兆沛不能够撇开 赖消沛的话 平手的结果 也有可能让赖消沛 以些为差距 赢得大选 这个是侯兆沛必须要注意的 因为国民党内部派系的回归 还有各种势力的归位 其实有很多还尚未到位 如果国民党不守双北桃源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云林 在这一些地方 还有南投 在这一些地方 你要除非大营 否则的话 如果还是小营 纵南 追成平手 你南部出现破口 但是你南部的差距 跟民进党 你还是相差两位数 只要南部的差距 能够达到各位数的话 国民党才有赢的机会跟希望 除了 网顶 中文翻译